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末法词音 主助先佛为无极皇母大天尊 本堂主席官恩师登台 盛世 公皆老母一驾 命本堂扶十里外 命本堂成皇五里外营亚 其余神人及本愿众修士排班后驾 玉林君主帅赵天君将 诗日 法会红开日 朱贤聚首来 母娘光彩柱 降驾要鸾台 盛世 公皆老母一驾 神人俯伏不得失疑 无极皇母大天尊将 义是 朱贤清及朱儿女免礼 次座 又是 新逢龙开法会 为娘以修真解脱为题 续勉朱灵儿护法之诚心 第五章 修真解脱 修真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修持回本真 犹如求道问学 求其放心而已 真是道 以中庸之论谈真 即放之谜六合 眷之退藏与密 不论是放之或是眷之 都是有限制的范围 即使是无限大或是无限小 如果要修真 便是舍弃这两方极端 就是真了 解脱就是从修之中 又跳跃至修的范畴之外 为了使灵儿明白 才会用种种意象描述真的境界 而以解脱之法 善诱灵儿修持 那么解脱之法为何呢 在以放之 眷之为例 放之谜六合 好比无限大 又如大罗金仙的果位 所以道用具像式的神阶观念 弃引灵儿修持 眷之退藏与密 亦附如是 比如 无限小 以静坐专一为例 即是将具象的我 逐步缩小 极致跳离了时间空间的束缚 即是解脱 所以降生凡尘需要戒甲修真 体悟了甲 才能明白解脱后真的境界 既然必须体悟甲 便应使有形 从有形中见次了解无形 有形以肉体为假设 无形以圆灵为假设 肉体与圆灵同为一体两面 本质如水 可以载舟可覆舟 因此 灵儿修持解脱 必须先均衡真假的平衡点 才能由平衡中修持回本真 否则肉体混乱无章 如何再深入修持呢 平衡了有形无形 肉体与圆灵 在生命的过程里 便会减少了许多阻碍 顺遂了生命 生命即会为圆灵找回回家之路 所以修真道解脱中的过程 即是生命的运行 其间难免有欲望 但要知道如何克己 当逐日浇溪肉体带来的浴火时 圆灵即会更加璀璨 而自然指引归乡大道 在生命的上护 南野昊宫旦方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